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 一半脸上长满皱纹 一半脸上却肌肤光滑 而这样的老人在这养老院里还有不少 阿吉正是其中一员 但他知道这里并不是养老院 而是一个恐怖的屠宰场 几天之前 阿吉还是个活力满满的年轻人 这天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他的妹妹考上了纽约的大学 全家为妹妹举办了一个庆祝派对 原以为美好的大学生活即将开始 没想到意外却突然来临 一群自称移民局的工作人员 把所有人按在地上 原来国家刚刚发布了新的政策 要清理掉所有非法移民 哪怕像阿吉这种从小在本地生活的人 也要因为长辈们的外地血统而被牵连 短短几天之内 移民局的人就抓来了上万人 他们像犯人一样被关在铁笼里 哪怕上厕所都要报备 阿吉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和家人被关在了不同的地方 唯一知道的是妹妹和另外一群人 乘上了一辆大巴车 不知道被带去了哪里 接下来的日子里 阿吉也只能任命地在这牢笼里生存 两天后 有公益律师找上了他 律师表示 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阿吉和家人被释放 但需要阿吉去某个养老院做一个月的义工 阿吉想了想 最终答应下来 他和另外几个受难的年轻人 一起接受了全方位的盘问 合格的人将被送去养老院 当然 负责安排他们的警卫表示 如果有谁想逃跑 那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很快 年轻人们来到了养老院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熟悉环境 经过花园时 阿吉注意到有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奶奶 面容似乎有些熟悉 但阿吉并没有多问 吃完午饭 换上工作服 终然开始自己找活干 阿吉在大厅中央又看到那个老奶奶 她一时不知道要怎么办 还好同伴中的金发妹似乎也做过义工 熟练地教阿吉给老奶奶念书 可念着念着 老奶奶却艰难地挤出了一句话 阿吉还没反应过来 工作人员就给老奶奶打了一针 并把她带走了 晚餐时间 几个同伴坐在一起吃饭 小白一口都吃不下 她总觉得有人在暗处偷偷观察他们 而且这饭菜没准也有问题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 小白决定亲自去验证 小白的验证 以自己被电晕抓走而结束 阿吉几人看得目瞪口呆 当晚 阿吉听到房间外传来古怪的声响 她走出去一看 却见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太太从黑暗中走出 朝自己扑了上来 还好这大工作人员及时赶到 又是一针下去 老太太被带走了 大家渐渐意识到 这个养老院有些古怪 自从小白被带走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工作人员说她被带回了拘留所 可同伴中的小黑却看出对方在说谎 因为小黑在走廊上发现了小白的药 小白有效产病 他可以不吃饭 却绝对不可以不带药 而且阿吉也察觉到 这里的老人有些奇怪 他们似乎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总想攻击人 有一次阿吉没注意 还被一个老大爷咬伤了手 更古怪的是 夜里小黑带着老奶奶去探望另一个老头 老头不仅没有高兴 反而表情痛苦 紧跟着手指开始发生扭曲 最后整个人抽搐着跌下床 发生了可怕的变异 小黑被吓跑了 老奶奶也发出了惊恐的尖叫 最终 这老头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死去 众人也来不及悲伤 就要尽快投入第二天的工作中 阿吉和同伴们逐渐适应了义工生活 某天 他又在花园里看到那个古怪的老奶奶 对方手里拿着折纸 这让阿吉有些在意 因为在还没被抓的时候 妹妹也经常做这样的折纸 还会在折纸上写字 现在阿吉怀疑 妹妹也有来过这家养老院 却因为某些原因失踪了 他想问问老奶奶有没有见过妹妹 可老奶奶听完后 却死死抓住了阿吉的手 直到工作人员赶来 把两人分开 夜里 阿吉拿着老奶奶的折纸观察 发现在折纸里 单独折出了救命这个词 他意识到不对 偷偷避开着工作人员 来到老奶奶的病床前 拨开了老奶奶的头发 果然看到了一个蝴蝶纹身 这图案在妹妹身上也有 难道说 眼前的老奶奶就是自己的妹妹 阿吉太震惊了 他慌忙想逃 却已经来不及了 等阿吉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轮椅上 而他的一半脸上已经布满皱纹 身边还有两个症状相同的人 阿吉不敢轻举妄动 假装还在昏迷当中 偷偷记下了出口的密码 等没人注意时 他再把手从绑袋里抽出 避开工作人员的视线 跑了出去 然而接下来阿吉却看到了更让他震惊的东西 人类像是牲口一样被装在了真空袋里 通过机器运送到传送袋上 推自己那一头的绞肉机 很快 一个又一个肉饼被制作出来 送去了汉堡店 端上了餐桌 没人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肉 只会尽情享受到手的美食 这就是养老院的秘密 人肉汉堡不需要成本 那些非法移民不会有人在意 移民局领导和汉堡店老板赚得盆满多满 但现在 这个秘密被阿吉知道了 他想逃走 却在半路遇见了金发妹 还来不及多说 金发妹就一针扎在了阿吉的脖子上 原来她是隐藏在这一批肉饼供应者里的卧底 阿吉再次醒来时 面前坐着汉堡店的老板丧彪 很快金发妹也来了 他告诉阿吉 为了让肉质更为鲜美柔嫩 工作人员从他们来的第一天就开始下药 这些药会让他们肌肉松弛无比 甚至产生一些幻觉 最后连骨骼都会变说 脑子也开始迟钝 至于极端老化只不过是药物的副作用 人体的基因深处会对药物产生反抗 而这种反抗会让人在最后时刻发生变异 不过这并不影响肉质的口感 不需要多久 新的肉就会出现在工厂的传送带上 在阿吉失踪的这段时间里 剩下的同伴们也在商量了逃跑的计划 小黑成功躲进了天花板的通风管道里 剩下的小红运气就有点差了 好不容易避开工作人员的视线 躲进了餐厅 却还是被抓走注射了药物 很快小红和阿吉就重逢了 此时的两人都已经成了半个老人 但他们不甘心就这么等死 于是 两人集结了还能动的所有老人 进行了一次大反抗 小黑从通风管道里看到大混战 也跳下来帮忙 混乱中 阿吉和小红带着妹妹一起躲进了电梯里 三人来到了地下室 由阿吉掀探路 在这里 阿吉找到了小白 她的老化非常严重 已经快要到变异的阶段了 阿吉想把小白救出来 却被躲在这里的丧彪阻止 丧彪把阿吉放上了传送带 并启动了绞肉机 还好小红及时赶到 一棍子打晕了丧彪 及时把阿吉救了下来 可丧彪没晕多久又站了起来 打晕小红并重新抓住阿吉 这时 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白开始抽出便意 妹妹连忙把笼子打开 小白不负众望 一爪子挠晕了丧彪 丧彪倒在传送带上 自己送自己进了绞肉机 趁这几回 阿吉三人终于逃了出去 小黑带着一众老年人赶到 他们将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公之于众 让作恶者受到惩罚 影片结束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